立法院的院长之争 民众党关键八票 到底投给谁 备受外界关注 而就在前一天 南绿的立法院政府院长人选 包括国民党的韩国瑜江启成 以及民进党的游锡坤和蔡奇昌 先后来到民众党团来拜会 而就在今天 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亲自和八位新科立委来开会 来决定未来的投票动向 而他们呢 在早上七点半左右开始开会 甚至在早上八点一度清场 只留下柯文哲和八位立委 似乎也就是担心这个消息 来提前外泄 而到底开会结果如何 来听一下稍早柯文哲的说法 韩国瑜说你们 他会当你们是氧气不是空气 好柯文哲面对所有的提问是 全部都保持低调没有回应 但民众党到底有没有可能是 投给同一组候选人 还是会分裂投票 投给不同颜色 甚至是投给自己人 柯文哲都没有多做回应 不过根据了解呢 目前会议里面其实已经有 所谓的初步共识 而他们也宣布在明天早上九点半 就会正式揭晓答案 来听一下稍早他们的说法 我们现在预计在明天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会在党团这边来举办记者会 那记者会就会由柯主席 带领八位立委 然后一起来做 接下来新的会期的一个任务的宣誓 那我们同时也会来公布三掌 那包含在这个投票意向的部分 在明天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民众党团是表示呢 在明天就会揭晓答案 同时公布民众党团的三掌人选 而立法院的龙头之争 也在明天应该会大致敌定